以2018年來說台灣每年要拾17萬個人 零鼓塔要在30年後還會消耗完畢 那30年之後是不是沒有零鼓塔了 要趕快買啊 買你門 零鼓塔在最多的縣是我們恭喜彰化縣 得到這個最高的殊榮 第二名是雲林縣 第三名我們搬給新北市 你身邊的朋友有沒有陷入直銷騙局 而拉不出來的呢 去年初我朋友找我去喊家 祈ฉ寈 聊聊天 我進去的時候他就跟我說 一郎 我想跟你分享 閉嘴 我不想聽 我那位朋友他買三個零鼓塔 2019年根據內政部調查 台灣零鼓塔的數量總共有 用70%是沒有人 使用的 也就是515万 7844个 台湾人口有2300万 是不是要赶快买 买你妹 以2018年来说 台湾每年要10 17万个人 零骨塔要在30年后 才会消耗完毕 那30年之后是不是没有零骨塔了 要赶快买啊 买你妹 零骨塔平均每年 以10万个增加 要47年后才会没有味 那我47年后就没有零骨塔了吗 要赶快买啊 买你阿姨 有听过自然账吗 自然账就是 把你的灰撒向大自然 比如说树啊 海啊 2008年开始呢 使用自然账的人 总共有669人 在2018年呢 使用自然账的人 总共有9136人 10年13倍的成长 我们保守一点 20年后有15倍的成长 也就是13万个人使用自然账 4万个人使用零骨塔 20年后呢 还是有超过500万个零骨塔 是没有人使用的 零骨塔100年后还是卖不完 如果你已经买了好多个零骨塔 怎么办呢 拿去店爆菜吧 如果有人要跟我收购零骨塔 要怎么办呢 请他吃泡菜 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陷入直销骗局 而拉不出来的呢 去听座谈会 去听讲座 在上面看的都是 游艇 跑车 旅行的图片 嘖 结束之后会有一群人围绕着你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 慢慢来 都会给你们签名字 ok 人在对未来确定性之下 就是所谓的缺钱 很容易被洗脑 人在低潮的时候 很容易被洗脑 也就是所谓的 羊群效应 或者是 从众效应 纽约时报报导 MIT实验室的研究结果 实验的结论是 我举例哦 他们有个程式帮脸书 或者是IG 图片下的留言 按赞 当你或是其他人 在图片底下 已经看到有一篇留言 按赞的时候 你会跟着按赞的几率 高达32% 所以你看到脸书 或者是IG 底下的留言 赞数非常的高 有32%的人 是因为盲目的按赞 或是下意识的按赞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朋友 会被直销洗脑 他可能就是那32%的人 法国心理学家 古斯塔夫勒庞 他书中提到 受到领导者及群众效应 影响的人 有30%到40%以上的人 会违背着良心去说谎 渐渐的扩大 去影响更多的人 领导者及群众影响的人 我们可以换成 品牌以及消费者 总统候选人 以及支持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造势活动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 台湾是不是没有救了 为什么被直销洗脑的朋友 还要拉我进去呢 如果你身边 有要投资零鼓塔的朋友 请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零鼓塔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零鼓塔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零鼓塔的朋友